汪小菲和DAIS去年11月宣布离婚后 男方与26岁中国女性张盈盈传出绯闻 不少人质疑她婚内出轨 但纵使网友抓包两人穿同款外套 张盈盈晒哥子弹戒指 还被拍到两人十字锦扣等线索 男方依旧不认心恋情 而DAIS与志俊叶8日宣布闪婚 11日张盈盈先是在微博发文写下 一直保持沉默不代表是事实 被网爆了这么久 我还是不想伤害任何人 但我也不想替任何人背锅 这篇文章一次隔空喊话DAIS 张盈盈还在该篇发文删掉所有负面留言 就在张盈盈发文隔天 汪小菲也在12日晚间打破沉默 在微博回应前期DAIS再婚一世 她写下我们是和平离婚和任何人没有关系 大家都开始的新生活 也祝福徐心源幸福 让张盈盈也遭受了这么久无端的诽谤 实在抱歉 然而汪小菲三个五天发表的文章 被多数中国网友笑说不够大气超扭捏 留言徐心源三个字暴露了你的格局 DAIS被网爆的时候你怎么不出来发声呢 在被你提起已是联名待信 还有人对比两人离婚后的微博状态 发现他把DAIS有关发文全数删除 但DAIS带婚却依然保留过去回忆 选择坦率面对过往 而汪小菲的母亲张兰 12日也在抖音PO出一段影片 虽然全程碧体DAIS 但仍有不少网友留言嘲讽 你只会说不会做 和心而喜好好的活得明白和幸福吧 只能说DAIS一关宣在婚后 外界对于汪小菲与张兰的反应 都是高度关注呢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